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滩踩踏实践 多少人给踩死 然后你看到今天 这就快到2016年了 深圳山体滑坡 我们现在我们是下午录像 得到的最新的数字是 失联人数76个人 男的51个 女的25个 但是实际上我看山体滑坡这个定性 就需要改一改了 人家地质专家来看了 山体没有滑坡 山体没动 山没动 滑坡了的全是人堆上去的 淤泥扎土 听说没堆好 香港人也很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悲剧 打地铁听到有人讨论 有个人讲蛮有意思的 旁边一个私来 他们也讨论 因为香港地铁都要新闻 跑马灯这样出来 说什么连络不上几个人 倒了几栋楼 活埋了几栋楼 好像33栋楼 那我听到一个私 就说那数字有点奇怪 好像失去连络80人 那倒了33栋楼 他说为什么每一栋 才只有几个人 他就这样表示怀疑 他说保安员都不止 那么小人数了 怎么会 可能有些人跑了出来 可是也按照常理 假如33栋楼 受到波及的话 不可能失去联络 那么小人数 这个我觉得目前 还是应该相信 他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公布 但是难免呢 我也会有一个质疑 就是说啊 这个地方 你看都是什么人啊 就是说 他这些楼有厂房 有废品收购站 有这个铁皮屋 也有居民楼 也有居民楼 当然就说 星期天不上班 星期天很多人外出 有这个原因 但是 以我对深圳 那个地方的了解啊 就是这个叫 叫什么地方 光明新区 光明新区 凤凰社区 恒泰育工业园 我不知道具体方位了 但我觉得 在深圳这个关外 很多地方 就是这种民工啊 打工仔的聚居区 也没有户口 我有时候有点怀疑 你弄得清楚 那地方到底住着些什么人 住着多少人吗 就说这个数字 咱们也可以问 是怎么调查出来的 而且报道呢 这次也很技巧 通常呢 是有多少人失联 然后随着时间呢 这个数字就会上升 这次不是 这次你看 他的不断的报道 他说失联人数下降到85人 但是我同样的疑问 跟那个一样 就是几十栋大楼 几十个人 但是真的 这个不大不大感吧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要是完全编出来 这个情况 像各方都在看啊 这次非常非常奇特的一条 就是国土 国土资源部 还是国土资源局啊 马上表态 说三体没有动 对 其实就是个人造 泥石流 就是个人造 泥石流 效率之高啊 我当时一想 哇 怎么效率之高 后来一想 也对啊 要是是三体的问题的话 那国土资源部 不就有责任了吗 现在的责任就完全是 你仔细听下来 好像故事 很简单 因为深圳 城市发展的快 垃圾没出去 他们说一般要垃圾 要处理掉 一车要四百块 而那个地方呢 每天晚上无数车过去 两百五十块 就是就是就是 其实大家都非法的 就在那里倒 倒两百五十块 那这个钱谁收的 它原来是一个采石场 它不是凭空堆的 你仔细再去看 Google Map 它是把山挖掉了一块 采石 那有一块空档 就开始填泥 然后两百五十块一车 它原来呢 是合规的 就是允许的建的 这么一个填埋厂 一个堆填厂 但是呢 期限是到今年的 二月二十一号 也就是从这个期限上讲 它是违规的 你已经过期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哎 这是他天大货呀 其实是人货 咱们过去老拿这个天灾当人 老拿人祸当天灾 别再这么说了 很多事就是人祸 你说这个 哎呦 我就我就觉得生生的 你看到那个 我看香港 你为什么香港人很熟悉 我到香港才学会一个词 山泥倾泻 山泥倾泻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过去在这个大陆生活 怎么我脑子里没有听过这个词 当然肯定咱们有有有工程啊 但是我到香港肯定是因为 我经常的在媒体啊 政府官员呢 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这个社会啊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所以你看香港所有的路边的山坡 都是有那个固定的那个 丁丁水泥 丁钢金 即便那样 香港都经常报这个新闻 什么什么地方 山泥倾泻 香港的山泥倾泻的概念 基本上就以天灾为主 因为香港多山 香港多山 然后下雨的时候 那个山泥就会倒下来 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 事情本来以为是天灾嘛 后来那刚才不是说吗 是堆堆堆出来的嘛 而且你刚说 诶 时间上面的违规是一个 可是就算时间没过 我说就算时间没有过 他准许你去堆出来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面 比方说多大的范围 堆多小的泥 诶 承受利益多小 假如你没有符合那个条件 就算时间没有过 也违规啊 现在你刚才说的是 到二月是过了超时的问题 我说就算在二月以前 假如他不符合 他的要求条件 也是违规啊 而且我们刚讲到 虚连的问题啊 他爆料数字 我猜了 我直觉猜 他的数字怎么来呢 什么叫虚连啊 这技术性语言啊 就是说 失去联络 可是你首先怎么知道那些人需要联络呢 可能叫数字在于说 有人来报告 有人来说 哎 报告 报告 我家里五个人失去联络 我家里两个人失去联络 然后你加起来 八十人 九十人 那先要有人知道 那要是全家都给埋在里面 第一个 可能全家根本没人报告 根本没人知道嘛 全家埋在里面 第二个 可能有些个体户啊 他可能来南方打工啊 为什么 没人知道他埋在里面呢 是啊 我就说这个问题啊 我常常晚上睡觉想 要是出什么事情 我就是失联 而且不会失联 人家不会来找我 对 没人来管你 对啊 你周围邻居 也不知道你去哪 对 不会有人去报告 说我这少了一个 因为根本不知道 对吧 因为你一个人在香港 对 太快乐了 哎呦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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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联都不知道啊 你不会失联了 我们找不到你录影 就会报警 那是过两个礼拜以后了 你只能等着枪枪三人行 对 来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啊 这个 你看 这个 当时有一个视频呢 特别有这种冲击力 慌 你知道他这个 多高的势能啊 他这个堆里有20多层楼高 听说100米高的这个 这个淤泥扎土 你看 这家伙就是埋了 埋了6万平方米的面积 平均的 人们都得推测 埋了6米 这么厚 现在挖到9米10米 哎呦 抢救的时候挖到 你看这个是这个结构 地质结构的图 就是 从这儿哗 这家伙就留下来了 好像是个山口 其实是给挖出来的 本身就是中国的这个开山呢 开出来的这么一个坑 你看再往下边 哎 这都是这个临时安置的 临时安置的这个 呃 那里的居民 你看 在体育馆里安置啊 下一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多人这个财产呢 哎这个人呢 叫王立权 这个人呢 叫王立权 呃 他就你知道 他就可以亲身证明一件事 就是说啊 眼瞅着泥石流下来了 哎 这 咱们就得学点 那个时候可别贪恋财物啊 你知道有的人 因为他是逐渐埋的 嗯 有的这个人呢 还回去抢出来了 回去想起 一看觉得事不大 回去拿财物 埋在里面 嗯 他这个家反应算快的 他抱起女儿就往前跑 然后他的父亲 他的姐夫 呃 两个姐夫 搀扶着他们家老母亲 就跟在他后边跑 脚跟脚啊 就差十米 嗯 他跑在前边十米 一回头 没了 没了 然后他跑跑跑 把他女儿 他找到一辆那个那个 一个货车啊 啵 家伙就上了这个车 把女儿扔到车上 然后说快跑 那司机还当时愣着呢 司机一听他说 一踩油门 咔 这才跑出去 跑出去呢 他就现在要找他家人 找他家人 他回去找吗 他回去找 他上哪找去啊 但是他见到现场有一个人啊 用那个手机 那个那个GPS 那个那个定位 在现场的有那个生命探测仪 找着了 他也想拿生命探测仪 在他那个地方找他们家里 但是那个地方 生命探测仪只能到15米 只能测15米 可是他们家埋的那个地方 已经超过了15米 所以他也找不着 问题是之后怎么挖出来 因为埋到这么深 是挖不了 你现在已经挖到第一具尸体 但是还没有挖到一个火人 你刚刚描述 我想起几年前泰国海啸 一模一样 他来CNN访问一些美国游客 就是这样 那非常悲哀的 他因为回顾嘛 几年后回顾 他说当时就是 海啸来了 他抱着他小孩往前冲 看见他老婆 然后他丈母娘什么在后面 也是插了几米 然后海啸 就把他们全部 他刚好挑到另外一个 一个空间那边躲过 他说几年来 他说几乎每天就做噩梦 噩梦里面他什么都看不到 就听到声音 海浪声 而且你后面 一直把你家人把你太太什么卷走 那种灾难性 我不晓得中国发生那种灾难性之后 有没有什么资源 心理精神 性质不一样 那个是太平洋 你听到的声音是太平洋的天灾 现在你要也有个人这样听到声音的话 他的愤怒就有去处 就有的时候 你就要 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 让让我觉得 还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不能批评别人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只不过我的工作 不会带来生命危险 但是实际上 我就觉得有一个算一个 我们这个国家 还处在一个 我就觉得 我自己都经常犯这个错误 为什么能够置若网闻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环屏报告 你看就出事的地方 现在都抄出来了 对对对 前两年都有 就几几年 都有警告 几几年环屏报告说 这个地方有危险 可能引起山体滑坡 好 出报告的就说 我说了啊 我警告你了 剩下的我也不管了 那么看报告的人 也觉得有了这么个报告了吧 可是他这个地方依然如是 甚至变本加厉 怎么到处都是 我觉得就 非常讨厌这个事情 我有时候你看 我跟同事就会发火 我发现我这个人的脾气 就是什么 你犯错我没关系 可是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甚至我有时候 我提醒你 我说你别忘了 剪掉哪句话 最后还是给播出来了 你这么这种 我就 我当然 我觉得我这个脾气不好 我就特别不能容忍 这种错误 就是我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忘了 这就置若网闻 那之后呢 重点是之后 之后就塌方了 我们就节目就 差点就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就不下去了 就差点被 被山体划坡了 你知道吗 踏天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在这儿呢 我们去做了 深圳是破了个记录 什么记录 首先第一个 深圳这个城市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 在全世界破了个记录 它现在发展到一千多万人 中国第四大城市的产值 全国最大的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一个转换基地 还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电子产品 都是在深圳交易或者仿造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包括iPhone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这是个最大城市 另外这次的人造泥石流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是无前例 全世界所有人类历史上 大城市出现泥石流 是没有过的 人为的 不管人为还自然 从来没发生过 你听过哪一个城市 大城市 这个这个这个有有山体 泥石流进到大城市 因为要进来 早就前面都发现 他不会在在山中 不会在城市中间吧 所以这个又是又又是第一次 所以这昨天我还看见那个 宝宝万之争当中的王石 还有空发微博 感叹深圳是个奇迹 奇迹 真是奇迹 我的娘啊 真是而且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不光这个奇迹啊 还真的像是一个中国现阶段的隐喻 这个隐喻 你知道我查了一些资料 就是这个问题在2000年以前 深圳的淤泥渣土啊 还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能做到自生自灭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挖地比较多 填海啊 都需要这些土 可是从2000年以后就逐渐不行了 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轨道工程建设 就是地铁 现代的城市人 你要享受地铁 挖地铁 还有这个疯狂发展的这个房地产 产生了这么大量的土石方 到连年再增加呀 大概到2008年的时候 20072008年的时候 深圳年估预估的这个 淤泥渣土就1500万立方 而到了现在 每年3000万立方 它现有的这个合法的这种 这种堆田厂啊 只到2000万好像是吧 根本就不够 根本就不够 所以就是所以你而但是呢 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唏嘘啊 我不是想挑起什么矛盾啊 我是觉得哎 为什么咱们觉得这地方的人数 不容易统计清楚啊 因为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住在那里的人呢 我觉得我后来看啊 相当一部分人是逐垃圾而生的人 很多人家啊 就到那搞这个垃圾分检 呃再处理 其实就在捡垃圾 呃然后呢 这个呃呃违规的这种城市里的废物 垃圾淤泥炸土 一车一车的就往这放 就往他们家后山墙上 就等于往他们家后山墙上放 请问如果你是在城市 住在城市中心区的这些个中产阶级们 如果有人在你们家房后面堆这个 你谁谁受得了啊 他他那边不算是中产阶级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埋了的是些什么人 你埋了的是你这个城市化进城当中 那些个进城的四面八方的这些农民工也好 被他们扬弃的 被他们所谓三无人员也好 哎就只有他们能够忍受这样的地方 忍受就在这个垃圾山旁边住着 最后还生生就给你们埋了 就是这个城市化的这个代价和后果 是把人家给埋了呀 那中间有一些环节啊 因为坦白讲 所有城市的发展 全世界都要面对这些问题 那你从正面来看呢 那可以是另外一种一个产业吧 比方说你刚说减垃圾 我们听起来哎呀很不好 那可以叫做资源回收产业 OK可以是这样的 循环再用 对循环再用 甚至泥土叫香港 所以要来干嘛 要来填海 还有其他的做法 问题是说第一个 你要有那种技术 有那种计划 有那种配套 而且是什么 还要执行 还要真的去执行 你刚不是说 以前已经有环评报告了吗 环评报告说 那个可能是爆发危机 风险的危险的 影响安全的地方 没有人去执行啊 报告出来 有没有人 有人看不知道 看了没有做 那这些环节都有了 甚至你说配套都有了 可是配套 你要串联起来 要执行吗 没有嘛 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如何在这种悲剧里面 建立这个执行 跟监督的制度 比方说香港 每年都有audit 审计报告 有个审计署 去审计每个部门 比方说出来 这种环评报告 怎么两年 你都没有执行 你不行 不要说两年 一年 为什么审 环评报告说了 有什么什么危险 风险 你要处理 你为什么 那个当地的单位 没有跟进了 香港会有这样的 配套来进行 来监督 香港那个堆田区呢 就在蛇口的豪宅区的对面 也是真的 叫人非常扫兴 因为那个是香港 最边缘的地区 有一个垃圾堆田区 它的这边啊 现在是深圳 最贵的大楼的地方 所以他们到礼拜天 会闻到味道 他们不知道哪里 后来才知道 这个味道是对岸飘过来的 气死了 这个太扫兴了 那没办法投诉 是吧 这个一国两制 所以这个恨的要命 恨的要命 当然宏观上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深圳发展这么快 就好像一个人 你身体长得特别快 你某一方面会出问题 这些都容易理解 而且深圳这些 这次也挺快的 接下来另外七个堆田的地方 马上检查 看有没有安全 也不能说人家不做工作 最惨的是那些 就是你说的 就是那些阴阳格失联的人 冬至啊 今天 冬至啊 今天是冬至啊 很多人都是一家 要在一起的时候 现在他们就等着呼唤 就等那么一些人 这些人真是 真是这个大城市的边缘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 一个城市巨大的发展 在人群也是 有一些就拿出来做分类了 做处理这些垃圾处理了 你最亏祸首是那些 倒垃圾的泥车 250块一车 可是那些司机 他愿意半夜这样干啊 他们也是为了点小钱啊 他们间接等于在杀人啊 那这个事情你怎么怪谁去啊 所以我一想到今天冬至 我那天前天正好在深圳 深圳这个城市 对我们是有特殊感情的一个城市 那当然听到这样的消息 真的非常难过 哎呀真的 就是你要这么一说哈 真的就是 旁边就在不远 就是关南湖 那个高尔夫球场 就就是在那个区 就这么过冬啊 就就就生生就给埋了 哎 年底就是这样 为什么年底是这样 没有出了 你说很玄啊 每一年都年底 全世界都有一些 好像大的灾难发生 另外你心理上可以理解吗 激紧拜年啊 激紧拜年 怎么讲 就是年底嘛 大家觉得放假 过年准备 整个每个人心情都浮躁嘛 除了各种的人货 交通意外 最多 我觉得 最多 我觉得你要说是人货呀 我倒觉得 当然 他一直一百米高 他随时都有可能 塌下来 没准呢 反倒是到了这个年尾啊 这是天要给你算总账 所有的人货最后都要算总账的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城市管理啊 真的是个学问 如果咱们其实现代化的时间真的还太短 我觉得一个城市它就像一个生物体一样啊 这个但是是需要人来控制的 这个比如说你吃进去在哪排泄在哪 就整个能够能够吃多少排多少放在哪 怎么样再循环 这个你比如说那淤泥渣土没地放 年年再增加 那那怎么没有长远的考虑呢 怎么就能容许就说没地堆了 没地堆了 以至于现在深圳是地下非法的就是为了赚钱 往我这儿填 往我这儿填 我这儿有坑 就收了钱 就让那个泥头车 对 往这儿填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城市管理水平 你怎么 哎 你有没有想到 我就说2015年上海外滩 哎 什么东方巴黎 对不对 这是东方巴黎啊 然后就是上海外滩踩踏事故 你就出这么这么这么怎么说呢 我说管理水平这么低的事情 当然现在据说上海外滩已经搞得很好了 逢年过节是吧 五步一岗 六步一号 武警全那儿堵着人 对 总是出了事 知道了 该怎么着了 呃 我记得还有最今年天津港的这个大爆炸 现在调查还没完 还有什么长江上那个轮船 嗯 那个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那也是史上罕见的这种这种人命的惨剧啊 对吧 到底怎么回事 也没出来 还有那个电梯 你就电梯把那个妈妈给露下去的那个 嗯 对吧 到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了 谁负责了 对吧 就是你报告没出来 那学什么呢 你刚说总是经过事情来学 所以我觉得可能报告可能不是没出来吧 应该出来了嘛 这是出来之后有人一看不对劲 那不能看吧 我们就不能看 据说据说还是前一阵有人问 就说长江上那个轮船翻了的那个调查委员会 说到底结果是怎么回事啊 他在这个调查呀 我们要非常认真的进行调查工作比较复杂 所以一时还不能有多么明确的结论啊 天津的那个最后结论也没有吧 你看 其实天津的大家真是很关心 因为这危险品的储藏跟运输啊 是一个全国到处都有的事情 就是说最好的情况是 你一个地方出了事情了 你就充分把这个教训拿出来 那至少可以防止很多其他的情况 那么多港口 那么多其他的货品 对不对 那个规则严 垃圾你看 单我刚才讲深圳就有七个 全国其他城市未必没有啊 这样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而且就是我现在真的就觉得有的时候啊 这个让让人民的这个声音 就是有地位 这件事啊 到了人命关天的程度 你比如说咱可以 哎 你比如住在那个那个非法对天区的 这个地方的很多城乡结合部的人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们好像他们有选举权吗 理论上是有的 对吧 但是他们的声音不能够被人们知道 他要回乡下去 他要回乡下去 就是说我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咱知道这要是香港 或者是一些西方国家 他有有议员帮他们说话 有这个选民 那我这这边不行 不能在我地方盖修路 我就去有就至少有声音被重视 再有一个就像嘉辉刚才说的 他们这样一些在城市边缘居住的人呢 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甚至于他可能觉得住到这个地方已经算不错了 他甚至 对吧 他不觉得这是多么不人道 或者天天在危险之下 他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他们觉得可是没有其他选择 相对我可能不懂内地情况 相对他们可能来自更贫穷的农村 可能饭都没得吃什么样 或者说他们要想改善家乡的小孩 老人家人的生活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是可是没得选择 而且相对他们觉得来到这里 已经相对以前的很好了 所以他们就这样了 他们也知道危险 危险就大家要看 看听天由命 那到最后老天不听 不听你的命 我小时候就看过电影 就是《仪式游戏》 看了好几遍 当时就觉得跟火山地震一样 就说一句难听的话 还觉得很壮观 你看看记录片子 这次我听说工业区啊 离那个人造山啊 一公里 你想都想不到的一公里